用語言語言高靈 向母總結 普通話 前幾課我們按照發音部位學習了 唇 舌 喉 牙 齒 五個部位的發音 在總結裡我們按照發音方法來注意念一遍 色音和色差音的全清 色音和色差音的次清 色音和色差音的全清 差音的全清 差音的全濁 鼻音的次濁 編音的次濁 邊音的次濁 半元音的次濁 纵 这几个 其中如果第二个字母是 也就是颂起音 那它们就是次清 其余的都是全清 如果打头的字母是 那就是全拙 如果打头的字母是 或者是原音字母 它们就是次拙 其中这原音字母 打头的都是云母字 生母轻拙的四个分类 在各种方言的演变中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经常有同样类型的生母 发生平行变化的现象 另外生母的轻拙 经常体现在方言里 声调的演变上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普通话里这些生母的变化 为了讲课方便 我把次清和全拙两行交换一下 把齿音的经组和张组交换一下 另外把小母 侠母和姨母 换一下位置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表 其中有一些生母 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字 从古到今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包括全经的 B 得 知 姿 歌 诗 斯 喝 次经的 P 得 吃 吃 克 还有次拙的 M 呢 了 这几个生母 然后开始讲变化 首先说明一下这些变化 并不算这发生的历史时间次序来讲的 第一个变化是全拙音的轻化 色音和色擦音的全拙音 比如 B 得 知 姿 歌 它们轻化以后 平声送起 字声不送起 分别变成了 P 得 吃 吃 克 和B 得 姿 之 歌 这样的生母 而擦音的全拙音 如 字 呃 这些 直接变成了相应的轻音 比如 斯 喝 第二个变化是 重唇音 B 啪 满 摩 它们的一部分字 变成了清唇音 F 这样的 然后是 知 张 庄 三组 也就是 接 接 接 三组合并 在普通话里都成了 卷舌音 知 知 诗 而庄 组的少部分字 变成了平舌音 自 自 诗 日母 捏 同样变成了卷舌声母 日 但有少部分字 变成了 而 而 二这样 带有卷舌韵味的 灵声母的字 但娘母没有变成卷舌音 而和尼母合并成了 呢 然后是 剑组 它的红音保持了 咳咳咳 而细音字变成了 七七� 这一部分字称作团音 而经组的细音字 七七� 后来和团音合并 也就是尖团合流 影 仪 云 矣 这四个声母 合并成了普通话的 灵声母 另外再加上 明母的 清纯音温 灵声母的字 按照开合红细重组 在汉语拼音里 灵声母的细音字 以大一打头 灵声母的开口呼 以原音打头 而灵声母的合口呼 以大乌打头 另外 长 虫 传 似 斜 这几个全拙声母 它们因为 擦音和色擦音 发生了一些混同 所以很多字的变化 并不是很规则 另外还有 以母 也就是音 其中部分字变成了 那声母 现在可以根据您所学的知识 思考一个问题 普通话里 哪些声母的字 基本来源于 中古的次座声母 另外说明一点 我这个教程 是用普通话来讲的 但如果您会方言 或者使用了很多汉字词汇的语言 比如日语 朝鲜语 越南语 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中古汉语的声母 在这些方言或者语言里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声母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